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之下 我们的处境要胜过他们百倍千倍 总之 鬼是很可怜的 因此 佛教里也很重视超度鬼类众生 寺庙里经常举行一些诗识法会 招请 十方 孤魂野鬼都来参加 希望他们能以法力超度他们 另能离苦得乐 脱离鬼身 投生人道 就算未获法义 也可饱食一餐 解决一时饥渴之苦 那什么样的人才会堕入鬼道呢 我们又怎么避免投生为恶鬼呢 一 佛说 这么做 死后堕入恶鬼道 恶鬼是什么 恶鬼多饥渴 又多有恐怖畏惧 鬼道通名曰恶鬼 因为鬼类中恶鬼数量最多的缘故 以此为代表了 首先恶鬼在我们的欲解 说明他也有欲望 恶鬼便六道诸去 种类很多 有福得的 做诸畜神 无福得的 居不尽畜 常受饥饿 其苦无量 产狂心意 有福有得的恶鬼 就在各处做神 比如财神 造神 城皇 射击神 山神 水神 草木神 苗架神等等 这些有福得的神 是上等的恶鬼 所以说 鬼神 鬼神 神本身就是鬼的一种 祭拜神也就是祭拜鬼 只是鬼神的福得相比其他的恶鬼福得大很多 没有福得的就没有那么好命了 不仅没有福报去享受香火的祭拜 也没有好的地方让自己来掌管 他们都是在污秽不干净的地方 并且常常要忍受饥饿的痛苦 奉承七狂 心不厚道 从对境来说 做的恶事伤害的对象 不是佛 不是阿罗汉 不是自己父母 也不是天人 也不是人 是什么 是畜生或者鬼 比如杀鬼 杀畜生 盗鬼的财物 盗畜生的财物等等 如此恶事 能得恶鬼道的报应 从心性上讲 做微小的贪住和吃恨等 从做坏事程度来说 或偶尔一做 或玄之悔改等 简单来说 随缘而烦恼 并所做的恶业 就是堕落恶鬼的因 在佛为首家长者说夜报差别经里 佛说有十种事情 可以让众生将来投生为恶鬼 一 身形轻恶业 身的杀 盗 盈 三恶业都不是很重 如从不杀人而杀鬼 杀畜生 盗鬼的财物 到畜生的财物等等 二 口形轻恶业 口得似恶业 两舌 恶口 妄言 琴语 也不是很严重 偶尔说说而已 三 意形轻恶业 意的贪 称 吃也不重 四 起于多贪 平时人挺好 最大的毛病就是 贪心一起 自己都忘记自己是谁了 啥都敢做了 六 极度 小心眼 因人胜过自己而产生的记恨心理 七 邪见 无视因果道理的谬论 泛指乖谬不合理的见解 八 爱者滋生 即便命中对自己的财富特别的贪着 即便死了还想着自己生前的资产 九 因鸡而亡 因为饥饿而死的人 使者 哭渴而死 因为口渴而死的人 可见 人平时做的恶事 更容易死后到恶鬼道 尤其是平时贪心 吝啬 心眼小的人 恶鬼的福报相比畜生道的还是好一些的 毕竟是下品食恶感得的 也有说是中品食恶报的说法 所以恶鬼的寿命很长 如果以我们人间一月时间计 为恶鬼道的一天 恶鬼的寿命有五百岁 也有说 恶鬼寿命不定的 最长寿命可达七万岁 或者无量岁 好漫长呀 做有福报的鬼神还好说 做没有福报的 受苦的恶鬼 漫长的寿命 就说漫长的痛苦 看来 我们还是要多不失 多利益众生 虽善想而为之 虽恶想而不为 才能避免将来 堕入恶鬼道呀 祈愿一切的恶鬼道众生 离苦得乐 正信佛法 发菩提心 生极乐国 恶鬼道的种类非常多 恶鬼是恶鬼道中 数量最多的一类 恶鬼多饥渴 又多有恐怖畏惧 然而恶鬼道中 也有耀叉 罗刹等大威德的一类 恶鬼道通名曰恶鬼 因为鬼类中 恶鬼数量最多的缘故 以此为代表了 从福报来分 大致可分为三种酒类 一、得不到饮食的 无才鬼有三类 一、咽口鬼 口中常出猛咽 一切食物皆烧化灰烬 无法进食 木剑连尊者的母亲死后 堕落此道 二、真咽鬼 头和肚子像车轮那么大 而咽喉如珍喜 三、臭口鬼 口如臭湿 其臭无比 这三种得不到饮食的恶鬼 在佛教里 佛式法会经常超度的 比如 瑜伽咽口佛式的 这个咽口就是咽口鬼 这里泛指一切恶鬼 二、少得饮食的少才鬼有三类 一、针毛鬼 身毛刚硬如针 针毛内钻来刺自己的身体 外射刺其他鬼的身体 出血而不进食 二、臭毛鬼 全身长有奇臭体毛的鬼 它的毛到底有多臭呢? 臭到了化学武器的境界 可以熏烂击骨 熏穿肠胃 即使它用嘴巴呼吸 还是会呕吐不止 为了去掉这个烦恼 它会不停地撕扯体毛 撕得浑身是血 肌肤崩裂 但毛还是会不停地从伤口长出来 让它更加痛苦 三、大鹰 脖子前喉结两旁 结肿块肿大 热疼难堪 自己以手扶身体上 肿大浓快来吃浓血 这类比前面的好些 还能吃到点食物 但是也很惨 佛教里也总做法式超度他们 三、以多得饮食的多才鬼有三类 一、得气鬼 常得众生所丢弃的食物 二、得施鬼 常得众生遗失的食物 三、势力鬼 有大势力鬼 多有饮食财物福报大 据威德势力 常得人间祭祀 譬如人间 所供城隍、土地、王爷 乃至一般神之 均属此类 有三类 一、夜叉鬼 又名药叉 译为永见报恶贵人 有三种 一在地 二在虚空 三在天 药师经里的十二药叉 大将就为此类 二、罗叉鬼 译为可谓食人鬼 恶鬼之通明 保护小孩的鬼子母 就是此类 三、皮射蛇鬼 译为弹精鬼 大人精气 及五谷之精气的鬼 前面两类 还能吃到人们 丢掉的食物 第三种 势力鬼就厉害了 福德大 有大神通 大威力 有很多是佛教护法 属于天龙八部里的 如果在人间 造业中等的十恶业 也有说 造作下等的十恶业的说法 感生于此恶鬼道中 以人间五百年 为恶鬼道的一日一夜 按三十日为一月 十二月为一岁来算 恶鬼寿命长短不一 短的寿命五百岁 相当于人间九千万岁 中等的万五千岁 相当于人间二十七亿岁 长的有多节寿命 受命无量 受苦无量呀 所以佛教中常做诗食 诗食是不诗饮食的意思 现在佛教中流行的诗食 一般是指 不诗给恶鬼道众生 诗食又叫蒙山诗食 此外还有特殊的诗食方法 叫烟供 药供 火供 水供 诗食主要依据两本佛经 一本是佛说 诗恶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 一本是佛说 就拔咽口恶鬼陀罗尼经 另外在于兰盆节那一天 进行放咽口 放蒙山的仪式 其来源是佛说于兰盆经 普通人也是可以诗食的 佛说 诗恶鬼甘露味大陀罗尼经中说 若有比丘 比丘尼 幽婆色 幽婆仪 同男 同女 及诸人天 抑郁受持此方便法者 说明诗食 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做 佛说就拔咽口恶鬼陀罗尼经中说 阿难若有比丘 比丘尼 幽婆塞 幽婆仪 常以此秘言 及四儒来名号 加持食诗鬼 一切非人夜叉罗煞 诸恶鬼神 不敢侵害 佛家讲 人有身口意业 有些话不真 不善 无意 与其出来造成恶业 不如不说 说好话 行好事 也是给自己修福报 所以 当存好心 鬼神尽知 感谢你的观看 愿你 福生 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